资深戏剧家汪奇梅改编作品 《我带你游山玩水》 为13位听障还有视障人士 量身打造了同名舞台剧 他们努力地克服身体和感官上的限制 学会用手语在舞台上沟通互动 演出了文章中描述的亲情故事 这其中的细腻情感 和他们为演出付出的努力 非常令人动容 改编自作家康云威的作品《我带你游山玩水》 导演汪奇梅为14名听障及视障人士 五位剧场演员量身定做的同名舞台剧 五月底将正式演出 继台词学手语练习走位 表演者们下足了苦功 盲人他本来是不会手语的 因为手语是一个视觉的一员 但是我们在开牌之前就有上手语课 本来我想他们可能学一些简单的就好了 可以跟我们其他的龙人搭配就好了 没有想到他们的手语 是学起来是很快的 《我带你游山玩水》 故事描述中年的母亲在父亲病逝后 如何在伤痛中持家 子女们如何坚强地成长 表演者克服视觉限制学习手语 靠的是逻辑性和记忆力 如何精准走位 则得仰赖同台演员的肢体触碰 作为暗示 有段时间他们不吵了 好奇怪 有时候我们在台上走位 其实走位来说对我们会有点困难 就是有时候差一点点的距离 比如说中心的中心点或是旁边一点 但是他们都会透过轻轻的碰触到 我们的身体 或是可能这个地方 他需要轻轻拍我的背的时候 让我感受到说 我可能有偏一点点 第一次和听觉及视觉的障碍表演者合作演出 同台的剧场演员江国生说 他们与一般演员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热忱和努力更值得学习 有时候笑 有时候哭 但心里却滋生出一组由衷的喜悦 我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了 就是一种很真诚 要沟通的那种意愿 还有那种很旺盛的生命力 当然了他们来做这样的表演工作 那我是本身是学戏剧的 我对有些事情是比较知道该怎么做 那他们虽然有些障碍 但是还是能够非常热忱的 而且很用力的 努力的去完成那样的状态 我觉得那个精神是我很佩服的 对啊 妈才大声嘞 听起来啊 真的很像在吵架 不过我们习惯了 对他们来言就是 所谓障碍是不存在的 所谓克服障碍是顺理成章的 好像本来就如此 那就让我们在场上工作的时候 觉得随时 随时都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都让人开心的就往前走 我带你游山玩水 透过口语 手语 歌声 丰富的表情与肢体 带着观众一起走进 视障和听障人士的表演世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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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